162 文匯報 秀類小股災豪華車在華銷受重創 2015年7月14日中國經濟B06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章2 內地經濟增速放緩至25年來低位 前幾年風光無限的豪華車經銷商利潤大跌 所謂屋樓偏逢連夜雨A股災過去兩週經歷大波動 令豪華車潛在買家財富受重創 內地4S店 集汽車銷售 令部件 售後服務及信息反貴為一體的車店 客流量及訂單均綠得下跌 在雙重打擊下 有4S店被迫推出更大幅度折扣優惠 犧牲無利谷消量 A股六月中巡厚至高點回落 主要股指跌幅高達30% 同一時間 平至4S店的客流量明顯減少 路透社引述一家經銷商集團的高級經理指 旗下部分平至4S店過去一個月 客流量按年減少兩三成 加大折扣谷消量有保馬車經銷商負責人表示 受內地經濟增長放緩以及當局打貪影響 過去18個月豪華車銷量一直疲弱 公司去年起推出95折優惠活動速銷 起了美見明顯效果 便遇上A股過去兩週的小股災 令潛在買家財富正值受重創 該負責人表示 近期以加大折扣力度 旗下店鋪亦暫停增拼人手 車企分降零售指導駕市實上 並非只有豪華車的銷量受挫 內地整個乘用車市場均興起減價大戰 根據研究公司Jetro Dynamics報告 內地乘用車的加權平均零售指導駕 MSRP相對較高 約28萬元人民幣 不過實際加權購車價至2012年以來穩步下滑 目前略低於17萬元人民幣 主要與經銷商大打折扣優惠有關 為挽回客流 路透社報導 包括通融、福士在內的一些車企 已重新調整在華定價策略 將MSRP調低至接近當前的交易水平 另外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慘上週五下調 今年內地乘用車及商用車銷量 由7%調至3% 或是A股波動影響實體經濟支出的首個跡象 還有 做到 時間到 此為止 絕對 再接到 成功 絕對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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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